2021年转眼间已到了6月底,回看开年首周提及美国恩派钱效应,或许到了4月才是甘市之时,然而,直到目前,全球股市侦看也没有股灾痕迹,本周又有什么信号,但淡有继续谈。 1. 传奇灾难预言家,长达11年美股牛市话句号。美股当前处于高位,但随着财政刺激措施效果逐渐减弱,经济复甦势势头吹缓,市场对股市崩盘担忧再起,被传媒誉为传奇灾难预言家的GMO资产管理创办人Jeremy Grantham本周估计,长达11年的美股牛市即将画上句号。 外媒报道指出,美股距离上次崩盘约一年多,当时受疫情影响,美股自高位下滑近35%,随后出现史上最快的反弹。 Grantham指出,疫情所导致的崩盘与典型长达牛市的终结截然不同。 前者更像是1987年投资组合保险引发的技术性崩盘,都经历过短暂打击以及迅速复苏。 又补充,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之后,标指花了两年时间才回到原来水平,但这次紧花了五个月。 Grantham解释,过去十二个月的美股走势,象征着长达11年的牛市走向结局。 当前的泡沫迹象无处不在,各种债务及利润指标皆处于高峰,成交量也暗示了看障的情绪高昂,看障其权及场外低价股票的交易量均创新高。 除了债券、股票、房地产市场膀障外,大宗商品价格也在飙升,他称,上次见到类似情况是在1989年的日本。 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当地的房地产和股市期后也没发回到1989年时的高峰。 他又特别提到,所有主要资产类别都定价过高,更清传统的四十分之六十投资组合配置特别危险。 反之,他建议尋找价值股和新兴市场股票的交叉点。 认为这两类股票股值低,预计每年将会有10-20%的回报率。 相比之下,他表示标指可能表现不佳,建议完全规避比特币,因为他对经济毫无帮助。 对于股票,他建议投资者在股票市场达到更合理的水平之后再进场。 对于好友认为目前流动性充裕将推动股市再上。 Grantham表示,尽管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增长率仍高。 但其最近几周的增长率已从18%降至12%,已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作为研究泡沫的专家。 他又指,比特币目前是最类似网络泡沫时期纳斯达克指数的资产,当时纳斯在泡沫爆发前6个月就先腰斩。 对大使释出了一个完美警告。 但他承认,新刺激计划的范围和速度令人惊讶,肯定会帮助泡沫延续。 2,富爸爸作者,史上最大甘是快到窗买金银避难。 上述人轻甚小听闻,知名畅销书父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奇,Robert Kiyosaki,本周也警告。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崩盘即将来临,建议买入更多黄金和白银。 他又指出,正等代比特币价格设置2.4万美元,并称崩盘是自负的最佳时机。 与此同时,著名发卿大淡有Albert Edwards认为,联储局上周发出了令人惊讶的鹰派声明,预计美股泡沫破灭在绩。 不论联储局拯救都没用。 3.黑天鹅效应作者,比特币价值是零。正所谓一尋百彩。当比特币价格由历史高位腰斩之制,不小财经界名人相计对虚拟货币口珠不伐。 以黑天鹅效应一书文明的纽约大学教授塔利布,Nasim Nicholas Taleb,再赞文。 同批比特币无法成为价值储存手段或可靠的通胀对冲工具。 其期望价值不高于零。 外媒报道,塔利布发表题为比特币。货币和泡沫的文章指出。 尽管大事炒作,比特币始终未能满足无政府货币的概念。 且事实证明,比特币甚至根本不算是一种货币。 他解释,比特币的不能作为长期或短期的价值储存手段。 也不能作为可靠的通胀对冲工具。 且最糟糕的是,比特币甚至远远不能成为针对灾难性事件的尾部保护工具。 这与塔利布在2017年时的态度大相径庭。 他当时为比特币标准一书赞写前言。 指比特币是个绝妙的主意。 满足了复杂体系的需要。 因为比特币没有所有者。 没有决定其命运的权威机构。 属于大众。 用户。 且已有了存在当年的记录。 不过后来他坦然被比特币欺骗了。 以为他会发展成可用于交易的货币。 然而,一种价格会一天内波动5%,一个月波动20%的东西。 不可能是货币。 4.世界大变局香港加强区域化尋找新商机。 说起比特币。 他近期的下错与央行要实行官方数码货币不无关系。 承言。 疫情加速全球数码化转型。 叠加中美金融战越演越烈。 发展央行数码货币是争夺货币话语权的关键战线。 内地就此不为余力推动数码人民币。 香港作为对外窗口。 能发挥跨境支付测试的独特优势。 继早前金融管理局宣布金融科技2025谈及数码港元后。 政府官员本周也透露。 正就发行数码港元做准备。 内地也积极支持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将经济重点放在内地。 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完善国家。 目前中港两地正紧密沟通。 务求加强金融合作。 对于金管局正与中国人民银行。 泰国和阿联由中央银行研究央行数码货币的跨境应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本周称。 此举有助金融基建处理跨境支付的能力。 他又透露。 人行等相关机构正在香港进行数码人民币技术测试。 既能尽快为两地居民提供便捷的跨境支付服务。 除跨境支付外。 金管局也会于未来一年。 为在香港发行批发及零售层面的央行数码货币加强准备。 包括研究数码港元在本地零售层面的应用。 陈茂波也透露。 政府派发电子消费券的其中一个主因。 是希望更多本地商户及市民使用电子支付。 并推动相关支付市场的发展。 正因央行数码货币需潮着国际化卖进。 加上香港自身也要拓展经济。 内地正积极协助融入国际经贸组织。 中国商务部作称。 将根据RCEP关于新成员加入的规定。 积极支持香港尽早加入。 陈茂波称。 香港过往较注重欧美等传统市场。 往后将调整策略。 以内地、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为中心开拓市场。 随着发展央行数码货币是大势所趋。 被誉为央行之母的国际清算银行,BASE,周三,23日表态。 全力支持相关发展。 藉此实现金融现代化。 并确保科技巨头不会控制货币。 该机构创新中心负责人Ben Wacker表示。 开发央行数码货币的火车已经开出。 现时全球最少有56家央行在研究当中。 同时警告若没有央行数码货币。 大型科技公司会利用自身旁大的社交媒体用户群。 主导数码货币。 BASE首席经济学家申远从逆指。 在央行数码货币的道路上需有取写。 就是要摩决定国民需透过数码身份证系统进行身份认证。 才可使用。 或是像虚以货币使用代币路线。 确保交易匿名性。 BASE认为。 使用数码身份证系统较可取。 可防止人们使用非本国的央行数码货币。 5. 全球保护主义座大料减少对中国依赖。 香港经济要重新定位绝对有因。 花旗本周表示。 全球投资活动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原因是各国为摆脱疫情的冲击而扩大支出。 该行指出。 在2010-2019年。 中国占全球投资增长的比重平均达到47%。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达33%。 然而。 该行表示。 全球投资活动依赖中国的年代将画下句号。 理由是其他国家积极推动财政和货币政策。 估计今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率将超越新兴市场。 为2006年以来首见。 全球投资呈现暂新面貌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凸显各国政府力图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 而这种变化可能会弱化各国投资与全球贸易的关系。 对全球贸易较不利。 6月爆液兼限电威胁华10%经济产出。 提到中国。 广东近期多灾多难。 面对爆液及缺电危机。 严重影响当地工厂营运。 由于该省向来被誉为中国经济引擎。 占据着全国大约10%经济产出。 若危机持续或恶化。 必然外及经济增长。 据媒体引述最新限电状况显示。 6月初当地政府要求省内工厂必须每周停工一至三天。 以折省电力。 此举恐导致工厂无法及时出货。 制造业重镇广州、佛山、东莞街无幸免。 有日之金属零件供应商在当局宣布限电后。 只能被逼重牌工厂更表。 对宝杰、PNG、街能、Canon、福士汽车及日本三大车厢等跨国制造业据起来说。 缺电会延续多久事个大问题。 本田汽车发言人称。 目前虽未因缺电冲击生产。 但若成为长期问题。 恐冲击全球供应链,另有零件製造商高层透露。 一周限电两次仍可勉强维持产出。 若超过两次,就会导致交货延迟。 中资企业也投通。 因包括华为、比亚迪、美的、腾讯控股等,其总部都设在广东。 研究机构IHSMarket估计,到了7至8月用电高峰期时,广东可能会被逼推出更多限电措施。 影响恐更大。 或不单行的事。 外媒报道,广东爆液导致深圳盐田港严重涌失。 恐令电商一哥亚马逊于周一21日展开的Prime Day网上购物节也受冲击。 据货运平台Fratos针对177家在亚马逊旅有销售的中小企调查显示。 有超过75%迎面临供应链中断,有近半透露。 由于货运言误,尿Prime Day会因度货延迟而出现库存短缺。 7. 盐田港菜船严重影响尿持续至末贵,至广东省爆发疫情。 深圳盐田港陷入倒塞。 全球第五大的德国海运业者Happic Lloyd-Egg本周指出。 近日有大约50艘船等待停靠盐田港,数量低于上周的70艘。 Happic Lloyd-Egg发言人Neilse Howard表示,船隻排队情况缓和, 为仍希望尽快停泊。 运力紧缩的情况将延续至第四季, 或影响年底的购物旺季, 并对运费造成更多压力。 丹麦货轮公司Vespucci Maritime行政总裁Lars Jensen指, 盐田港堆积大量出口货物, 在清关作业上是一大挑战, 而随着运力短缺。 加上即将进入航运旺季, 疏通即押货物将需要从亚洲其他港口调离货船, 为目前没有足够的货船可用。 8. 巴西罕灾九一年最严重必加剧粮食危机。 除了塞船外, 更重要的是粮食危机。 巴西正经历九一年以来最严重的干罕, 正推高全球粮食价格。 加剧饥饿问题, 巴西矿业和能源部表示, 目前形势很严峻, 干罕状况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 尤其是在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 目前巴西仍属与贵。 但巴拉那河, 南美洲第二长河, 流域很多水库的速水量不足正常水量的50%。 上游部分水库甚至仅得10%速水量。 即几近干绝, 要留意的是, 7月过后, 巴西各地将进入罕贵。 届时缺水压力更大。 由于水力发电占巴西总发电量65%左右。 大罕导致水力发电量急降。 巴使人们转向更昂贵的火电。 统计显示, 今年巴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价最高上涨了40%。 更重要的是, 巴西是世界上糖。 咖啡, 大豆, 橙的最大供应国, 玉米, 煙草, 多种豆类和热带水果产量均占世界前三。 农业药占巴西经济总量30%。 大罕带来的减产对农作物价格造成巨大冲击。 例如咖啡, 国际咖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 受巴西大罕影响, 咖啡价格坚挺上涨。 今年5月平均价格更是上涨10.4%, 至每磅134.78米仙。 玉米方面, 2020-2021年度玉米产量预计由1.064亿吨, 大幅萎缩9.4%-9639万吨。 更有数据显示, 目前近半巴西人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 有1900万人, 占总人口的9%, 面临饥饿。 9. 全球有钱人水涨船高港富豪财富疫势缩水, 纵使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 为去年环球股市除有质而暴涨。 身家过百万美元, 预计780万港元的富豪人数 更按年大增10.2%。 为港人的财富景疫势缩水。 瑞讯报告显示, 去年香港成年人人均财富为50.340万美元。 按年下跌2.64万美元。 以金额计跌幅贯灌绝全球。 期间座佣于100万美元。 身家的香港百万富佣疫减少7.14%。 反映港人未能从资产升直浪潮下受益。 甚至变得更穷。 瑞讯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指出。 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 各地政府和中央银行相计采取行动。 使去年下半年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各类资产价格飙升。 松仪市全球财富免租经济挑战所冲击。 截至去年底。 全球财富总额增长了7.4%或28.7万亿美元。 达到418.3万亿美元。 成年人人均财富增长6%。 达到79,952美元。 约62.36万港元的纪录新高。 同时。 去年全球100万美元富豪的总人数增加了520万。 至5610万。 拥有预5000万美元身家的超高净值群体的增长更快。 增幅达到24%。 为2003年沙士爆发之后的最高增速。 然而。 该行指出。 财富增长部分是受到美元贬值影响。 撇除它去年全球财富总额增幅价4.1%。 人均财富增幅价为2.7%。 发达国家旧市期间公共债务激增虽起到一定作用。 但可能不利将来财富增长。 又提到去年全球名义债务增长7.5%。 比总财富高0.1个百分点。 内地债务上升比财富增长高出9.3个百分点。 达15.3%。 而在全球人均财富创新高之制。 处于中美夹缝。 遭世纪疫情和前年黑暴夹击的香港却独潮水。 去年人均财富按年下跌4.98%至50.33万美元。 于全球排名上被美国超越。 跌至第三位。 更是在排名前20的地区中。 唯一录得跌幅的经济体。 就算以中位数17.37万美元计。 也是首20名经济体唯一下跌者。 全球排第三。 澳洲和比利时分别以23.8万及23.05万美元居冠军和亚军。 瑞讯解释者是由于资产价格表现不济。 为分析认为。 下半年随着香港经济进入周期性反弹。 资产表现亦会有所改善。 10. 世界变了。 企业领导者也要革新思维。 最后分享的是。 世界变了。 企业在用人上的思维也要更新。 全球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零售龙头白师买。 Best Buy。 前行政总裁。 哈佛商业评论唱消书作者Hilbert Jolie在最新的讲座中提到。 要提倡以人为本的领导力。 他说。 当今无人想追随超级英雄。 知道所有答案的领导人。 因此。 把人放在中心的组织。 会创造非凡成果。 回看白师买在2011年时。 股价急卸了40%。 品牌摇摇肉醉。 他于2012年担任白师买驼手。 以重建蓝衣。 Renew Blue。 转型计划。 即工作人员穿着蓝色制服。 热情提供咨询服务等管理改变。 成功在市场中突围。 让白师买股价在2013年狂飙了三倍。 现在走进白师买店内。 就像进入结合苹果公司。 Apple Inc. 三星。 微软等的复合式商家。 产品价格又可与电商一哥亚马逊平台比拼。 他于2019年6月卸下行政总裁职务。 2020年到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 同时担任白师买的顾问。 他最新在上周五,18日,谈及企业永续经营和反败为胜之道。 他回忆说,白师买透过合作创造巨大变化。 就是双赢,对于目前疫情正在全球大流行。 他认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流行病叫做灵和游戏的想法。 即不是你赢,就是我输。 他建议把疫情当成邀请。 让企业重新启动,重新思考和想象的机会。 再接下来几年。 如果以目标,人性和情感来领到。 对企业家来说可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时期。 能把80亿美元,变成880亿美元。 他说,现时,领导力就是深入内部。 由内往外,以人性为目标,必须认识员工和客户。 领袖则要以身体的所有部位,包括脑,心,灵魂,内脏,眼睛和以躲来领导。 现年61岁的Hubert Jolie曾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世界上表现最佳的100位CEO之一。 他强调以人与爱为出发的企业之心。 才是正道。 他最新认为,把领导者当成某种超级英雄。 会以室女最聪明。 知道所有答案的人,由权力、名誉、荣耀和金钱驱动的领导力以示上世纪的事。 现在没有人愿意追随这样的领导者。 因为每个人都想过有意义的美好生活。 山隐号。 他表示,员工有选择。 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人重新思考生活的优先顺序。 员工重要,还是客户重要是鸡生蛋。 蛋生鸡的问题,只要把人放在中心的公司,才可以创造非凡的成果。 因为公司没有人就很难服务客户。 试试试试。